大炮一想黄金万两 到这个时候 我们对于黄金的一个价格走势 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悬念 那就是要一直涨 什么时候出现转折 最重要的信号 那就是乌俄局势发生重大的转变 那么重大转变有什么条件呢 第一个就是和谈成功 第二个就是西方的制裁 慢慢的撤销 当达到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才是黄金真正的拐点 因为只有这两个条件达成 才表明了整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 黄金的避险情绪才会大幅的下跌 当前我们也看到西方的大量的制裁 使得大家对于金融体系的脆弱 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对于美元的担忧 也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那就是在这件事情过去以后 当这件事情过去 俄罗斯更涨上风 那么此时你想想 人们对于美元的信心 是不是会更加的下跌 所以黄金整体的趋势 还是以看涨为主 当然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大方向并不符合每一个小投资者的操作 但是我们可以把握一个原则 那就是以做多为主 尽量少做空 空单有时候看着跌很多 但是并不能改变整个格局 所以我们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第一方面就是对于基本面的识别和判断 要多去看分析 多去关注 第二点就是在日内交易的时候 尽量以看涨的信号为准则去操作 当周根据我们的判断 黄金第一个目标会去到2032和2038这个价格区间 那么2032和2038这个价格区间是黄金的流行线 这个位置一旦过去 那么黄金将会突破到下一个阶段 也就是从此踏入到2000美元的长时间高位盘整 高位运动的一个时代 要怎么样才能确定这个位置会下跌呢 从技术上去看呢 就必须要在周线级别产生一根空头的周线 否则其他信号全部可以忽略 都以做多的信号为准 我们首先看一下小视图 小视图今天早上一开盘 就已经摸了一下2000美元这个大关 2000美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 因为这个关口一旦破位 就表示黄金从此告别 一时代进入到二时代 那么二时代这个价格市场是不是认可 我们就看他今天能不能站稳 一旦站稳表明市场认可你黄金进入二时代 那么一旦踏入二时代再想下来就会比较难了 市场可能不会马上涨 而是会去思考和判断这个黄金二时代能不能站稳 所以会产生犹豫怀疑徘徊的这种情绪 因此今天有可能是确认二时代 那本周呢 会确认二时代的地位能不能稳固 那么下周开始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涨 所以这一周应该是巩固成果 那么下周还在二时代坚挺的站着 那这个黄金在短期之内呢 再想回到二时代之下 回到一时代可能就会比较难了 那么小视图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个K线图怎么走呢 我们看到他走出了一个空头 立马要被多头给反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反转的K线组 对不对 那么反转的K线组呢 就会成为一个很强的支撑 在他的50%位置附近 也就是在1984 以及这个顶部 1992都会成为一个很强的支撑平台 所以我们在交易关中怎么做呢 多空的位置在哪里 多空的一个平衡位置啊 是在这个价格区间 也就是1987和1992 好 那么黄金假设不上去回调 那么就会打开15分图啊 在15分图里面呢 只要在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区间 形成15分图的多头起点K线 我们都可以买进去 那么关于多头起点K线 怎么去识别啊 我们有相关的课程 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联系 那么今天的黄金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